Cof Hajji Petty 演唱 其實心儀在單任心理師的時候 我相信你也見證過了很多 復原理申命認性的故事 有沒有什麼讓你覺得印象很特別深刻 想要跟大家分享 在單任心理師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有太多了耶 真的 因為我覺得 我常常一開始我都會覺得 我的督導一定會罵我 因為我怎麼每次跟個案接觸以後 談一談我就哭了 就會在我們的心理諮商專業裡面 這很多專業 就是是不是叫做我們叫做 反移情 就是我們自己是不是投射了什麼東西 可是我後來慢慢釐清以後 我不是為我自己哭耶 我是為他哭 因為那個哭也不是真的覺得難過的哭 而是看到他在那麼受苦的環境之中 還能夠這樣堅持 然後還能夠遇到挫折但是不放棄 我有一個很印象很深刻 因為他是我第一個接到的 亞斯伯格的案主 他才是一個國中的女生 亞斯伯格這大家知道嗎 他是 他是一種 以前是自閉症光譜裡面的一種 他就憂鬱症了 然後老師就找他來跟我聊天 然後可是他在說話的過程中 你就發現他非常的低氣壓 就整個人渾身都散發出 就是負相思考的這樣子 他說我是非常 我是失敗的人 我是差勁的人 我是很爛的人 學校的人都不喜歡我 沒有一個人喜歡我這樣 然後他就說他非常認真念書 可是他都念不好 他是個白痴 他說一直用這些負相的話來說自己 可是我就發現有一件很妙的事 就是他雖然這樣口口聲聲說自己 可是他每天晚上回家 還是會把書拿出來讀耶 這是一件很妙的事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還可以在那麼挫折的狀況之下 還把書拿出來讀 他說老師你知道嗎 我最喜歡看棒球了 我不想那麼快被三陣出局 你知道我一聽到那句話 我真的眼淚都快掉下來 就是我不知道一個人 才一個國中的女生 也是亞斯伯格正的孩子 然後他對自己貼了這麼多負相標籤 但是有一個力量讓他堅持 就是棒球的比賽的那個隱喻 讓他有力量說他不想那麼快被淘汰出局 所以即使外界人這麼多不認同他的眼光 他還是堅持每天念書 我們的輔導就從這裡開始 從這裡開始找到他的力量 然後讓他慢慢能夠接受自己 然後讓他慢慢能夠站穩腳跟去發現自己的弱勢 但是也發現自己好的地方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 只是有時候我們找不到 我們會迷失 我們會因為社會的價值覺得我們好像應該怎麼做 但是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他獨一無二的位置 找到那個位置就對了 其實 不是 謝謝 謝謝 才能給 pasa